天高海阔 张修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最近中国的一家媒体 中国基金报发表了一篇报道 这个报道的题目一开头 就写了印度大溃败 印度和富士康合作生产晶片的计划终止了 那么印度大溃败这个表述 让人听起来好像印度试图在晶片行业 试图在半导体行业有所建树 彻底失败了 到底是不是这样 首先我们要说 印度现在越来越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也引起了中国的关注 印度为什么会引起世界的关注 首先印度来了个世界第一 什么第一 因为印度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我们知道今天讲到经济发展 人口红利 大家对这个词非常熟悉了 所以印度既然成为了世界人口大国 超越了中国 那么未来印度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 一定会出现一个人口红利 那么并且呢 因为这个人口红利 因为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化 印度在生产供应链的这个转移方面呢 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除了在生产供应链方面 印度会扮演重要角色之外呢 印度引起世界注意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美国和印度在这个印太战略的合作当中啊 将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美日印澳的四国同盟 虽然说正式的名称呢 这个叫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 但是呢 这个安全对话只不过是同盟的代名词 如果它是个同盟的话 它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印度过去的所谓不结盟的政策 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那么最近美印开始军事合作呢 这就更加坐实了 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已经开始改变了 印度的不结盟政策要改变到什么程度 现在我们还很难判断 这涉及到国际局势的变化 也会涉及到美印之间的军事合作 到底会走向哪一步 但是呢 印度毕竟在改变这个不结盟政策方面呢 已经有了一个开始 那么中国对印度的关注 特别是中国媒体对印度的关注也增加了 除了我们刚刚以上讲了几个原因之外呢 当然中国跟印度还有个边境冲突 在这个中印边境冲突过程当中啊 中印之间军队发生了一些冲突 那么最近呢 中国的媒体还报道了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明了 对付印度军队的最新式的武器 如果一讲最新式的武器 你一定会觉得是什么精准打击啊 什么AI有这个AI成分的一些先进的武器啊 其实呢 这次中国军队发明对付印度军队的武器呢 既跟这个AI无关 也跟什么导弹啊 精准打击也无关 甚至跟火力都无关 因为它是一种冷兵器 这个冷兵器是什么呢 就是削尖了的一些钢管 削尖了钢管为什么会在这个印度军队面前变成了中国军队的先进武器呢 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印边界的这个冲突当中啊 出现了一个非常怪的事情 就是用冷兵器杀死了对方的士兵呢 不算双方发生了战争 如果是开枪的话 或者开炮的话 可能不得了 之前印度军队和中国军队多次发生了这个边境冲突 那么双方呢 过百的这个士兵参与了这个斗欧 在斗欧过程当中呢 双方死了多少人 反正双方各有不同的报道 我看到印度方面报道说 中国死了40个士兵或者是继承军官 而中国报道呢 自己是毫发无伤 反而呢 印度死了20几个士兵 这种报道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 谁的报道比较接近真实 但是双方肯定发生过冲突 双方肯定有死伤 这一点是肯定的 但是你没听说印度跟中国有处在战争的这个状态 所以现在似乎中印边界出现这种怪事 只要你用冷兵器杀死对方的士兵 这不算双方发生了战争 过去中国士兵在这个跟印度士兵发生冲突的时候呢 使用一种兵器 大家很熟悉了 就是冷兵器当中的狼牙棒 这个狼牙棒到底会给印度士兵造成什么样伤害 我们不知道 反正现在呢 据说这个削尖的这个空心的钢管呢 比狼牙棒更加有用 其实削尖的这个钢管呢 确实威力非常大 大家还记得这个香港有部电影叫无剑道吗 无剑道当中有个黄警官 就是黄志成警官 他在讲述他自己当警察过程当中啊 就提到了这个空心的钢管 他说他当警察的时候 遇到黑社会斗殴 警察去制止的时候呢 有一个黑社会的小弟 就是拿这种削尖的钢管捅了一个警察 他当时描述非常恐怖 他说钢管捅到这个警察 捅到他说的师兄身上 看见师兄的血呢 顺着钢管流出来 那最后当然那个师兄也就死了 不过捅他的那个小流氓呢 后来时间不长出狱了 并且呢 也成了一个黑社会的小头目 风光的很 所以这个削尖的这个钢管 在这个斗物当中啊 作为冷兵器 他确实有非常大的这个杀伤力 我们从图片上看到 中国军队所发明的这个最新的武器呢 我看到使用的方法好像是前面排的一排中国士兵 用的是盾牌 挡住印度军队的冷兵器的进攻 然后呢 后排的中国的士兵就把这个钢管架到前排士兵的肩上 那可能这个钢管就可以越过前排士兵 对印度的士兵进行攻击 如果我想这个钢管插到印度士兵的身体当中 可能有也会有这个无间道里面黄景观所描述的 印度士兵的血就顺着这个钢管的口流出来了 那么这个钢管看来确实杀伤力非常大 看来呢 印度军队一定非常的恐惧这种新武器 而这次中国媒体所报道的印度大溃败 当然跟这个钢管对印度士兵的杀伤力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么这个印度大溃败指的是印度试图在晶片的生产上 获得一席之地呢受到了一次重大的挫败 那么这次挫败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跟富士康以及印度一家公司的合作有关 在去年呢 富士康宣布跟印度的一家公司合作 准备投资200亿美元 要开展这个晶片的生产 富士康跟一家印度什么公司合作呢 这家公司叫费谈多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不吉利 费里边谈很多 那么这还能活了下去吗 费谈多是个什么公司呢 费谈多据说是印度的一个自然资源公司 那么其实呢 他有几个方面在印度是处在这个领先的地位 产量也非常大 一个是铝的生产 一个就是石油和天然气 我想石油和天然气这方面 印度应该没有很大产量 找俄罗斯买石油天然气的 应该跟这个费谈多有关 费谈多要跟这个富士康合作 其实一开始就很多专业人是不看好 为什么呢 因为富士康和这个费谈多两个都不是生产晶片的企业 他们在生产高科技晶片方面呢 完全没有任何经验 但是呢 富士康有钱 费谈多也有钱 所以呢 他们两个合作起来 如果是无论是找这个设备啊 找场地啊 找这个技术人才啊 应该不难 但是为什么这次合作变成了一个大溃败呢 其实如果我们看看路透社或者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 我们就知道这次合作为什么没有成功 我们刚说了 无论是费谈多还是富士康 这两家公司都很有钱 很有钱的公司在一起做生意 为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为了更加有钱 如何更加有钱呢 因为印度的总理莫迪 有成为这个半导体晶片生产基地的这个雄心 所以呢 印度跟美国一样也向这个半导体行业啊 准备要投入政府的补贴 费谈多跟这个富士康两个人的合作啊 本来就是为了这个政府的补贴之下 然后再加上融资 可以获得巨额的资金 可以找到这个厂房 找到设备 可以找到人才 从而呢 在这个晶片生产这个领域呢 分得一倍更 但是因为这个费谈多 据说最近出现了一些财务的问题 印度政府对把钱补贴给这样的公司啊 产生了疑虑 所以说 这是因为费谈多得不到政府的这个补贴 或者得不到银行系统的融资 这就令到富士康对和费谈多接下去继续合作 产生了一个疑虑 在这种情况下呢 富士康宣布退出和费谈多的合作 富士康之前和费谈多 两家公司成立了一个合资的公司 富士康呢 现在全资转让给费谈多了 那么费谈多接下来会不会生产半导体晶片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富士康跟费谈多之间的合作破局了 是不是说明印度在生产这个晶片方面就彻底失败了呢 我们休息一下后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国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节我们说富士康跟印度的一家叫费谈多的公司 两个合作生产晶片这个计划呢 终止了 那么于是呢 有中国大陆的媒体发出了一阵欢呼 说印度大溃败 印度到底是不是大溃败呢 其实我们知道莫迪现在有雄心准备在他的家乡 古吉拉特邦建一个晶片生产基地 我们知道印度这个国家他非常奇特 他奇特在哪里呢 他是亚洲一个大国 他现在也是个人口世界第一大国 但是印度的经济发展和他的文化发展方面呢 有他自身的缺陷 比如说印度的经济出现了不同的邦 有参吃不齐的发展的情况 比如说印度到现在还有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在很多西方文明国家看起来 可以说对他是深恶痛绝 但是种姓制度跟印度的现在民主选举制度 在印度的政治生态当中 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种姓制度有多大程度能够影响印度的民主发展呢 我想这也跟印度的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现在印度成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之后 接下来这个人口大国的红利 可以给他的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它会影响到印度和一些西方文明发达国家的合作 特别是跟美国之间的合作 那么印度总理莫迪 且不管他未来的政治改革 或者是印度的社会改革 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莫迪想利用目前国际局势的变化 跟美国结成一个同盟 让印度在经济发展方面 可以得到生产供应链转移的好处 可以得到这个半导体晶片生产的好处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印度也准备要向一些公司补贴数十亿美元 让一些公司到印度投资生产这个晶片 但是跟这个富士康的合作 跟这个费谈多的合作呢 这个肯定是已经失败了 那么这个失败是不是说明 印度的晶片生产这个行业彻底失败呢 当然不是 印度的电子核资讯技术部的部长钱德纳赛卡 他说印度在这个晶片生产的时候刚刚起步 富士康只不过是投资印度晶片生产的其中一个企业而已 那么其他还有什么企业投资印度的晶片生产呢 最具影响力的当然是美光公司 美光公司也是晶片生产的大公司 那么美光公司为什么投资印度呢 我们知道美国推出了晶片法案之后呢 吸引了世界上很多生产这个晶片的公司来美国投资 为什么呢 来美国投资有补贴 不来美国投资的话就会有关税 那么所以这些公司呢 被迫来美国投资 来美国投资生产的晶片 能不能像台积电在台湾生产晶片一样廉价呢 其实不可以 因为美国的成本太高了 这一点呢 谁都不能改变 但是问题是美国掌握了晶片生产的命脉之后 在美国生产的晶片价格再贵 一些企业也被迫也要使用 这是美国的如意算盘 但是如果美日印澳四国同盟 能够达成一些妥协的话 在印度生产的晶片 可能也会得到美国的补贴 即使不得到美国的补贴 但可能也不会有高额的关税 这对美国的晶片企业来说 或许是一条折中的路线 那么所以呢 美光投资了印度 投资的不多 只有8亿美元 为什么只有8亿美元呢 作为美光这样的大公司 当然是边走边看 因为它跟富士康不一样 富士康完全没有晶片生产的经验 所以呢 靠大投资来在晶片行业里边分一杯羹 而美光不一样 美光它本身就是一个成熟的半导体生产企业 那么所以呢 它在印度投资呢 可以说是一步步来 先放8亿美元 看看能不能取代在美国投资 这么高昂的成本 如果可以的话 那么未来对印度的晶片产业呢 将会扩大投资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说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晶片企业 包括韩国的晶片企业 到这个印度投资 这一点呢 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我们只能客观的说 印度的这个半导体企业 才刚刚起步 印度有这个雄心 也愿意投入资源 但是呢 在这个起步过程当中呢 富士康跟这个费谈多的合作失败了 那么这个企业失败了 但是印度整体的晶片行业 能不能发展呢 现在还言之过早 它是不是出现了溃败呢 我觉得有点言过其事 其实在晶片这个行业啊 现在世界有条件的地方 都愿意分一杯羹 除了印度之外 比如说欧洲 欧洲看到美国推出晶片法案之后啊 其实欧洲也很急 为什么呢 美国推出的晶片法案 迫使很多半导体企业 要到美国投资 未来生产出的晶片 价格一定是昂贵的 但是因为美国掌握了晶片行业的命脉 所以呢 世界各国的企业 或者一些高科技的这个产品 要用美国的昂贵的晶片 这一点呢 大家可能不可避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很多有条件的国家或者地区都在想 如果我们自己能够生产晶片的话 哪怕昂贵 也是我们自己赚了自己的钱 所以呢 欧洲最近呢 也有动作 欧洲议会在这个礼拜 批准了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扩大欧洲的半导体的供应量 也就是说欧洲未来要自己生产自己的晶片 那么在欧洲议会 以587票赞成 10票反对 这么悬殊的比例 通过了欧洲的晶片法案 这个欧洲晶片法案 当然是要跟美国的晶片法案分庭抗理 那么美国的晶片法案 刚才我们说了 就是要用美国的财政补贴的方式 用这个高关税的这个阻挠 令到这些晶片企业 必须要到美国生产 那么欧洲现在推出了这个欧洲版的晶片法案 其实也一样 这个法案当中规定的欧洲国家 欧盟必须要投资430亿欧元 就大概470多亿美元 的投资来辅助这个晶片的生产 除此之外 还要投入33亿欧元的预算 来帮助这个晶片的研发 那么如果这两笔钱加起来的话 大概也就是相当于500亿美元 美国的晶片法案要投入的钱 第一笔也是500亿美元 当然美国以后可能还会扩大这个晶片的补贴 所以我们从欧盟议会通过的这个欧洲的晶片法案 也可以看出来 未来在晶片生产方面 基本上两个大方向 一个大方向就是限制中国的晶片生产 特别是高科技晶片的生产 这个美国已经做了 欧洲也已经做了 而欧洲在生产晶片方面 也有它的一些优势 比如说荷兰的晶片生产设备公司 艾斯莫尔 它本身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 晶片生产的光刻设备 所以欧洲如果要投入资源 去扩大晶片生产的话 在美国和印度之外 能不能够在半导体行业分一杯羹 我想欧洲要比印度更加具有优势 所以我们首先说 中国的媒体欢呼 印度的半导体生产 一起步就遭遇了大溃败 这个有点言过其实 但是未来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 增加自己的半导体的 特别是高科技晶片的生产 这是一个肯定会发生的事情 而中国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是 在欧洲和美国国家的封堵之下 中国的晶片生产 可能环境要比印度更加恶劣 我想这才是中国晶片行业 半导体行业 最大的挑战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为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